众多艺人同时 利曼现身TVB长期服务 既结出员工荣誉大奖颁奖礼晚宴 包括有汤乐文、朱千雪、黄炊鱼、洪永成 黎乐意、胡定欣、何广佩、陈慧等 靓汤和Tracy是同届港者 虽然后来他们各有发展 但感情都没有变 本身说一起拿最佳女主角 但算了不要紧 一起拿这个最佳十年 最佳十年都好 我觉得最深刻的这十年 反而在事业上大家会互相 怎么说呢 帮助大家 有时可能心会谈谈这件事 然后会好像大家有一个背景 我觉得演员这条路本身 已经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所以也是很难得 你会有一个这么强劲的后盾 或者有一帮朋友是可以 强劲的后盾 是吧 就是可以同步 譬如大家是新人的时候 大家是新人的时候 大家是新人 对了 我觉得很难得 向来对感情试低调的马国明 自从公布计划结婚后 似乎豁出去了 近日竟高调放闪 连看演唱会都截图铺照 向靚汤发表爱的宣言 我看到新闻有说 他的Instagram是示爱的 对了 然后我就说 你看看多搞笑 新闻人以为你是示爱的 然后他就沉默了 然后我问他做什么 然后他说 为什么我这么迟钝 他是低调地示爱 但你又怕不了 怕不了 全世界都怕得到 但我怕不了 你把高调一点才怕得到 因为他都甜蜜 因为他平时不是很做这些 他平时是这些人 所以那次都甜蜜 翠鱼和Tony这对旅游节目拍档 在过往十年 见证对方互相成长 一起经历了不同的岁月 经历过很多很开心的回忆 之后就已经来到今天了 我们觉得十年满得很快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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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是在这十年里面成家的 我十年都是打算多点在旅游节目 其实没什么所谓 我都是在工作方面 何广佩和陈伟在晚宴中 遇到很多同事 令他们觉得时间飞逝 因为从训练班到现在 今天很开心 十年见到很多同学 都回来一起去庆祝这个城市 我觉得想起十年前 刚刚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跟一群年轻人有热血的 有想追梦的少年 跟少女一起去拼斗 奋斗 但现在… 都是这么严血的 都是这么严血的 其实这十年里都得到很多 由我最初进入TVB的时候 那时候自我价值很低的年纪 到现在慢慢建立 多了很多粉丝 存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剧集 还有很舍有个老公 在这十年内发生了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由零到一百 乐意和定欣为公司服务了二十年 两人由训练班相识到现在 这群同班同学 可以一起拿纪念金牌 都觉得很感触 这样闪一眼就过了二十年了 人生… 柴狗也是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才有多少个二十年了 大佬 我们训练班的时候 我们住同一区 我都整天一起做 对了 那我们是一起搭巴士 然后去到九龙转地铁 因为我们住新界 然后去转地铁 转地铁 转公司的乘巴 乘巴 乘巴再回清水湾电视城 然后一年左右 就去到中央电视城 没错了 再远一点 再远一点 为TVB配音三十年的 知名女配音员 鄭丽丽都有现身 她声演的小丸子 深入闻心 也是陪伴着大家成长的欢乐 最开心可以配到小丸子 小丸子我已配了25年 没想过一个角色 可以配这么长时间 现在还在配 还有新的作品出来 希望多些新的尝试 都想试一些新的挑战